记者杨明仪台北报道,首届总统被社会创新黑客松决赛今日举行,选出五组拙劣团队。 总统蔡英文颁奖时特别提到这次活动让她有机会看到很多年轻公务员,试图结合外界的专业力量,来翻转政府既有的作业模式。 政府正在改变,而且改变的希望很大,这些改变不是来自于政府的上层结构,而是来自于各部会很多年轻工作同仁无组卓越团队中,抢救水宝宝是台湾自来水公司运用内部资料,透过大数据,Big Data,和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建构的漏水侦测辅助系统。 目前这套系统在几个县市测试的结果,抓漏能力以接近国外软体公司救急救难一站通。 为高雄市、平东县、澎湖县卫生局、高雄市消防局、高雄医学大学等八单位合作提案,以2014年高雄气暴为例,企图改善机难发生时跨单位资讯沟通障碍问题,公司竭力来更精准地引导人力物资, 到达伤病患救护及照护过程中急需的地方,临时插队由卫生福利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中央健康保险署、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马协医院组成,主要是针对今年2月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在执行医疗后送任务时失事坠海的遗憾。 团队表示,目前离岛紧急医疗空转后送每年约200件,其中40%是风险更高的夜行,期望透过电子化汇诊平台,导入多方资讯共同决策,降低夜行及不必要后送的次数,并提升离岛医疗照顾品质。 永不回头为双倍家庭暴力记性侵害防止中心与第4SG资料英雄计划组成,希望透过AI建构风险预警模型,改善过去社工个案是访查的人力不足,不全面等问题。 预估每年可避免3000名而少受虐法律辅助基金会的法福,如虎天一对希望打破外界对法福的印象,从被动变为主动,不但要找出各弱势族群可能存在的法律与非法律服务缺口, 也要检讨现有配置,发展出针对各族群更实切的服务和宣导模式,首届总统被社会创新黑客松油文化总会主办,马尚尔群岛共和国,兔瓦鲁国,索罗门群岛, 北利斯,诺鲁共和国,柏流共和国大使,与美国,日本,欧盟及其他国家驻台代表今日都出席颁奖典礼, 蔡英文总统表示,这次黑客松有一百多个团队参赛,提出很多值得重视的创意,政府会把这些经验都记录下来, 下一个想要挑战相关主题的朋友,就能站在各位的肩膀上,看到更远的地方。 蔡英文,中,出席总统被社会创新黑客松颁奖典礼。 记者王文林社,蔡英文,中,出席总统被社会创新黑客松颁奖典礼。 记者王文林社 蔡英文,中,出席总统被社会创新黑客松颁奖典礼。 哥肉,您知天 внут井,你好吗?